那么相关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老师 川普是否有可能会去调停俄乌冲突 而把所有的目光重心移到台海上面来 而这次的珠海航长所展现的军事实力的硬核展现 您觉得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又会带来哪样的影响呢 我想特朗普他有一个特质 他的特质除了他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之外 还有一位就是说他曾经做过电视的实境秀 所以他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人 这个满嘴跑火车让他当选两次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怎么样能够当选 会表演的人能够当选 你看过去的里根他也是一个演员 他非常善于表演非常善于言辞 肯尼迪也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又长得帅 所以美国的民主 他是一个浮光掠影的民主 他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民主 他是一个非常粗暴的民主 远出来的总统也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人 特朗普我认为啊 不管是特朗普也好 或者是过去美国历任的总统 甚至于美国历任的国防部长 刚刚这个邓教授我觉得非常同意 他刚刚讲了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说你打仗的话 人民会不会同意 台湾的人民同意吗 台湾的这些子弟兵的家长 他会同意吗 他们不会同意的 所以我就联想到一个主持人 你问我特朗普 特朗普你如果要解决乌克兰问题 那你了不了解乌克兰 你了不了解俄罗斯 你跟普京是好朋友 就算是你好到拔败之交的朋友 可是你不了解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特性 不了解乌克兰 你怎么去调停 更何况 一场仗打下去 这个很难收拾的 我认为呢 他说24小时之内 他要结束乌克兰的战争 我认为他是在表演电视实境秀 巴以战争 巴以冲突 他可以解决吗 不要说24小时 24天 24个月 能不能够解决 不可能的事情 以色列跟周边的穆斯林国家的 世仇仇怨 美国立任总统都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看 过去美国所参与的战争 朝鲜战争 打朝鲜战争 他不了解朝鲜 美国不了解朝鲜 打越南战争 他不了解越南 打中东战争 他不了解中东 甚至于打科索沃战争 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战争 他是用财大气粗 他是用他的武器 唯武器论 去支撑他的战争 那唯武器论的后面 是美国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美国军工复合体 就是美国的资本家 华尔街那些资本家 那些资本家愿意打 资本家推着总统打 推着美国的国防部长打 所以美国的总统也好 国防部长也好 基本上就是美国华尔街那些人的打工仔 那再讲台湾问题 再讲到特朗普 他没有办法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他当然没有办法解决台海的问题 特朗普他怎么解决乌克兰问题呢 没有办法解决的 再来我因为刚刚郑教授讲 人民同不同意 过去台湾死过一个小兵 叫洪仲秋 死了洪仲秋之后 马英九差点垮 马英九为了两件事情 他的总统宝座 他脸从总统宝座上摔下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洪仲秋 第二件事情就是太阳花 这两个事情让他满头包 这也造成了国民党 在2016年撕掉政权 洪仲秋死了一个小兵 全台湾那些民进党的那些支持者 全部上街游行示威 死一个人 大家想想看 怎么可能地域景观呢 我觉得不是台湾地域景观 也不是大陆地域景观 是美国地域景观 台湾的老百姓 台湾的家长 是不会同意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子弟上战场 那所以美国他必须搞清楚 台湾的人民在想什么 美国特朗普他也必须搞清楚 乌克兰的人民在想什么 乌克兰的人民他们愿意打仗吗 他们不愿意打仗 但是无可奈何被逼上 因为这个北约要东扩 北约要东扩就迫使 乌克兰 迫使俄罗斯要打这场战争 这一场战争如果不是拜登 他当美国总统的话 我认为这场战争可能还未必会打 如果是特朗普当的话 可能未必会打 可能会产生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问题 但是不会打仗 但是偏偏就碰到拜登 当然这个问题扯远 但总而言之 我认为现阶段 特朗普要解决 世界这两场主要战争 还有一场隐形的战争 台海或者是南海 我认为特朗普他的头很大 问题很大 他没有办法解决 好 那么如果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次的这个珠海航展上面 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军力 您觉得对于未来的这种 中美关系之间的这种 这种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认为这个珠海航展 基本上它除了是一个新式武器的展示的一个平台之外 它更是一个国家战略力量的一个展示 我认为美国看到珠海航展 它一定心里有谱 因为珠海航展不可能说 中国大陆把所有的武器 把所有的尖端的科技全部都摆出来 可能的 它珠海航展实际上就是冰山的一角 下面有非常庞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 HOME 20或者说其他更厉害的这些武器 它有没有搬出来 它不会搬出来 说不定HOME 20早就已经做好了 在那边验证或者是在试飞 我们都不知道 总而言之大陆有很多的武器 它不可能透过一个当用的 或者是民间可以看得到的航展去展示 但是这一个航展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它是一个战略平台 让美国跟西方了解到 中国战略上的优势 军事上的进步 让它我们说鲁哥为伍 就是让有一个功能就是鲁哥为伍 好